外島金門 在金陵鄉 有一棟即將完工的民宅 下午一點半左右 突然倒塌 連聲巨響跟震動 把附近的住戶都嚇壞了 而金門縣政府前來處理的時候 更發現這一棟建築物 根本沒有申請建造 結構設計有嚴重的瑕疵 再加上當地連日下大雨 導致地基鬆動 房子才會整個跨下來 今天下午一點半左右 金門金陵鄉頂寶村 這棟四層樓透天塑 突然倒塌 強大的撞擊力 不僅旁邊的骨措被壓毀 臨宅的牆面也嚴重軍裂 一旁的鄰居也被巨響嚇壞了 倒塌瞬間甚至有磚塊砸進鄰居的屋內 幸好當時沒人在裡頭 才沒有造成傷亡 金門縣政府建設處在貨爆後 立即趕往現場勘驗 發現這棟透天塑根本沒有向縣府申請建造 結構設計上更是出現嚴重瑕疵 加上金門連日大雨 地基鬆軟才會出事 如果申請的話 他應該要有他的基礎 但是至少不可能會發生這麼嚴重的 這種打塌的現象 剛地基有看到剛涼或是什麼 都沒有看到 都沒看到嘛 就等於沒打地基 對對對 由於擔心房屋有再次垮下的危險 因此金門警方立即拉上封鎖線 而且聯繫人在臺灣的瘟信屋主 迅速趕回處理金門縣府建設處 並且緊急調來大型機具 要將壓到臨房的部分結構先行移除 而詳細的倒塌原因 則還要進行後續的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北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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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川